这三个汤以后 我的女士表味鸡的 保证你这个汤头非常的浓吧 放了点猪油 打好的鸡蛋来 倒在里面 两到三个就OK了 不用调味不用调味 我个人喜欢 包括鸡蛋 作为厚了作为一滴大酒 来 整一包的雪菜笋子放到里面 不要小看这款的雪菜雷笋 这款的雪菜雷笋 它非常的健康 脆嫩鲜嫩香嫩 零防腐添加 配料表干干净净 酷到了吧 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没有任何的科技欲很活 尤其是这个笋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做生理上在饼中叫雷笋 非常非常能 我们先把这个雪菜笋子 来做一个油煸 半斤的年糕来放进去 注入开水 大火烧开 焖个大概七八分钟就OK了 年糕烧的时间不要太长 再好品质的年糕 能缩个融光 它长得紧透 我的脸不错 就影响到口感 来一点点的盐 可以根据刺激的时候 放一点脂筋来增加一下它的香味 然后搅拌均匀 OK了 一个好了 只副中个融光 这个融光来 一把胳膊 葱 沙 好 淘费厨房 你的厨房 买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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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